近年在主持界发展得顺风顺水的黄露梓恩 早前首度拍摄电影 饰演一位为了还债而下海的拜金女 而且还有很激烈的裸露藏戏 这日Lulu和邱宅以及导演等人宣传新片时 就说当初接到邀约时是拒绝的 不过最终都被邱宅的美式吸引决定接拍了 因为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敲准的想想 大家不要闹闹 然后导演说 但是这个邱宅说 蛤 好啊 然后就开始 没有 还是要矜持一下 那你不好吧 不是 后来他们才就一群人来 好像又要说 不好啦 啊好了 不好 所以这里面那个背就是你本人的背 我本人的背 我今天就是故意要这样子让你来验货 想说是真的 真的 那Lulu敢要帮忙来看吗 我告诉你 所以就是你的故事 我那时候跟我妈说 哎妈 那个我们家的群组在哪里说 哎妈 那个我刚才演电影 我刚才演唱戏 我妈说 我妈说 让天气满热搞到寒流折背 整个过程一点遐想都没有 超级紧张 然后我又是第一次演电影 然后 所以这个心情很复杂 是大萤幕 然后又导演又愿意相信我 又是跟很专业的哲哥一起 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事情也做了蛮多的 哲哥有教我很多演员的笔记 然后跟人要怎么样去揣摩 可能是戏里面的气氛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其实很慎重 然后非常的 现场不是就没有那么欢乐 就很 大家都很紧这样子 现在隔镜头 你有偷偷吃一下小豆腐吗 真的没办法 你现在摸这条觉得很后悔 什么都很 我说觉得很后悔 我没有吃到豆腐觉得很后悔 没有 你在那边你卖听了 每次拍摄激情场面 不知情的人 会以为男演员一定很享受 不过邮扎就告诉大家 现实是非常残酷 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涂红色的泡沫 旁边的工作人员全部是我一直 像我那一颗正面也是 你们看觉得好像是对跳吧 是摄影师跨在我身上 哇 那他有没有的露息 所以 可能拍片跟大家讲 那摄影也要摇吗 不然我配的节奏 因为他那个机位是 我的正面是没有空间的啊 如果演员在我正前方的话 所以那个位置就是机器本 那这样被几个人跨在身上 应该只有摄影 摄柱大柱 然后摄影师 就是你的视线范围内 就是很多工作人员 Lulu又说同一班台前幕后 已经欣赏过制成品 不过大家看到她那场藏气时 即时反应竟然是笑了出来 实在太令她伤心了 好看